238 中國經濟時報 江蘇轉型法力互聯網與製造業融合 2015年7月15日頭版01頭條劉慧唐福勇2015年中經濟營製調查系列報道12江蘇篇 下 本部記者劉慧唐福勇中國各省市GDP官雅軍的追逐賽總在廣東與江蘇之間進行 2014年 蘇月兩省GDP官突破6萬億元 差距也縮小至2600億元 現如今 各省紛紛淡化了GDP各族 把精力放在了經濟轉型 自我突破 結構調整等領域 兩個經濟大省甚至聲聲相識 稱彼此都有值得學習者禁的地方 如江蘇的科技創新比廣東強 而廣東的財政收入比江蘇高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日前在江蘇省調查時發現 全省的經濟增速相對穩定在8%左右 可能會延續到13-15期間 進入轉型升級關鍵時期的江蘇 更加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 適當降低了經濟增長預期 江蘇產業結構的短板是仍處於產業結構鏈條的中低端 支撐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還未穩固形成 因此 在江蘇省政府研究室經濟處處長陳建青看來 產業升級要推進互聯網與製造業融合創新 加大對傳統產業技術升級改造 形成新興產業的集聚效應和規模優勢 推動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賣進 從而提升江蘇製造的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 積極承接中國製造2025江蘇在此輪轉型升級中 提出實現由經濟大省到經濟強省的跨越 江蘇省委書記來致軍前不久在全省轉型升級動員會上表示 要堅持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培育商管時下 堅持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商輪驅動 堅持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塊融合 堅持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商戶協調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從江蘇省發改委和經信委了解到 今年1至5月 全省工業運行總體趨勻 但受制於經濟下行的宏觀環境 需求偏緊 成本偏高 景氣偏弱等問題突出 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需求更加急迫 服務業佔比雖然進一步提升 但難以彌補工業放緩的影響 對於如何穩增長 條結救 江蘇省開出的藥方式拿著創新驅動的根本 利用互聯網技術陷入傳統產業 提高製造業核心競爭力 為了積極承接中國製造2025 江蘇省即將出台中國製造2025江蘇行動干擾 記者從江蘇省政府了解到 該行動干擾把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 網絡通訊設備 航空航天裝備等15個行業領域列為重點 推進智能製造和綠色製造 培育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與此同時 推進傳統產業園區向創新園區轉型 建立龍頭企業和中小企業創新再體 互聯網在江蘇整個轉型升級過程中是主線 用江蘇省經信委副主任公懷進的話說 江蘇加上互聯網以後會助推轉型升級 尤其是為智能製造 江蘇工業的轉型升級提供新的平台和動力 具體而言 互聯網加工業 引導工業企業實現生產全流程的互聯網轉型 互聯網加農業 實施農業信息服務全覆蓋工程 互聯網加商貿 培育大眾商品電子商務交易平台 互聯網加金融 支持持牌金融機構發展網上綜合性金融服務 互聯網加民生 圍繞民生熱點構建公共服務信息平台 關鍵產業包括信息技術產業 互聯網服務業 促進產業集聚 目前江蘇省重點規劃建設10個雲計算和大數據產業員 20個省級互聯網產業員 30個電子商務示範基地 鼓勵園區建立政府配套的擔保機構和擔保基金 設立政府投資基金速轉型升級近年來 江蘇省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所有制結構正逐步優化 2014年全省戰略性新興產業銷售收入5.34萬億元 其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業務收入總量達4,305.6億元 若居全國第一、高新技術產業產值5.73萬億元 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39.5% 傳統產業產品附加值和產業競爭力提升 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佔服務業比重超過了56% 再逐步優化的同時 記者從政府、學者、企業家那裡了解到 江蘇的轉型升級型面臨諸多問題 一方面 全省產業結構調整任務監據 從製造業看 傳統產業的發展優勢入趨弱化 戰略性新興產業上處於培育階段 另一方面 發展動力轉換任重到源 產能過剩 要數成本上升 創新能力不足等系列問題短期內難以根本破解 制約市場經濟活力 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 對此 6月15日 江蘇省政府效法創新財政支持方式 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創新舉措包括 運用政府債券工具促進投資增長 實施減稅清廢激發市場活力 設立政府基金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盤活財政存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發揮財政資金競動作用 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經濟社會事業發展 江蘇將所有政府債務進行結構重組 通過拉長期限 降低成本緩解政府債務壓力 結構性減稅涉及營改增 資源稅改革 小微企業等八個方面 發揮省級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科技營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資金 對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 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 和高新技術產業初創其小微企業 江蘇省設立政府投資基金 是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一項舉措 由這個投資基金作為母基金 再向省級各類產業基金出資 2015年省級財政首期出資50億元 通過爭取中央相關資金和吸納各類資本 年內基金總規模有望達到100億元 2017年爭取達到500億元 2020年達到1000億元 環繞整合設立各類專項基金 如江蘇工業和信息產業投資基金 支持核心技術及重大裝備 新一代信息技術研發及產業化項目 設立江蘇一帶一路投資基金 2015年首期規模30億元 2017年總規模達到100億元 2020年達到300億元 支持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境外投資及一帶一路重點項目 省市願財政及社會資本共同出資 設立江蘇省PPP融資支持基金 首期100億元 專項支持各級PPP示範項目 轉型升級離不開創新驅動江蘇省 轉型升級離不開創新驅動和原區經濟 省委書記來致君在多個場合提及 轉型升級要拿著創新驅動這個根本 開展大規模技術改造 加快提升傳統產業 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以全球化視野 培育國際化優勢企業和產業集群 區域創新能力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 市江蘇實現轉型升級的最大優勢 2014年江蘇省全社會營發投入1630億元 佔地區生產總值的2.45% 發明專利授權量突破2萬件 若居全國第一 各類工業園區實現銷售收入佔江蘇省工業比重超過70% 超千億元工業園區40家以上 營業收入超百億元的工業企業、集團 達到120家 記者從江蘇省發改委獲悉 傳統產業升級計劃中包括以技術改造促進轉型升級 比如實施百項千億和四新 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新材料、既改工程 自2002年以來工業投資年均增速達25% 堅持以集聚發展推動轉型升級 建設不同類型的產業集聚區 包括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 特色產業基地、特色產業集群、生產性服務業園區等 同時以節能減排倒逼轉型升級 實施節能改造、減排節華、泰湖水華染治理 循環經濟示範工程 對原不成節能減排目標任務的地區 實施項目限批、淘汰鋼鐵、水泥、化工、造紙、製格、 印染等行業的落後產能 堅持以兩塊融合支撐轉型升級 推動信息快與工業塊融合發展 發展物聯網產業、在智能農業、智能節能環保、 智能家居安防、智能交通物流、智能醫護、智能礦山等 六大領域實施六十四個事份項目 建設南京全國首家園建名成和兩塊融合試驗區 推進原江城市大三網融合試點 創新驅動戰略提升了蘇州市的科技綜合實力 蘇州市法改委綜合處一位處長告訴本部機者 我們就建議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 產學員結合的創新體系 2014年新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669家 累計達到2950家 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1.37萬億元 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44.8% 引導和支持企業加強技術研發能力建設 完善中科院蘇州納米所、醫工所、浙江大學工業研究院 清華大學汽車研究院等一批科研載體功能 促進創新成果產業化、還促進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 擴大科技信貸風險補償資金扶持範圍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 因爲長三角一體化程度比其他區域都高 因此開放營經濟成功的經驗容易被複製 江蘇省商務廳相關負責人表示 上海自貿區實行的80項改革 江蘇省開發區複製實行了43項 還有37項是上海特有的 蘇州工業縣區獲批開展貿易多元化試點 和4項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點 坤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金融創新步伐加快 跨境人民幣相向這款突破100億元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 全球維修補稅業務試點等有最推進 泰倉港B港退稅政策試點正式試行 在江蘇開發區先行落地的改革舉措環包括 允許設立外資獨資醫院 境外投資企業和項目備運制 海關系統的區內自行運輸 批送集報制 智能發卡口嚴放管理 商檢系統的入境維修用途 舊機電產品檢驗監管工作規定 再製造用途機電產品檢驗監管規定 跨境電子商務檢驗檢疫辦法 銀監會的簡化金融機構新設 星及等行政審批 工商部門的註冊資本實繳登記制 改為營繳登記制 年報公事制等 新興產業需培育投資環境 通常而言,產業轉型升級可以分為四種路徑 一時轉向微笑曲線兩端 研發、市場 二時轉向技術含量高的製造業、高技術服務業 三時轉向產業鏈的上游環節 四時轉向戰略性新興產業 新領域、上游、高端、核心環節 在蘇州工業院區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了解到 戰略性新興產業納米技術的應用 諾貝爾物理學長獲得者費曼最早提出納米技術理念 而1990年首屆國際納米科學技術會議的召開 標誌著納米科學技術正式誕生 目前,納米技術以廣泛應用於信息 材料、能源、環境等各個產業領域的 上游、高端環節 促進相關產業技術日益推陳出身 以及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 美國、日本、歐盟、中國、俄羅斯等國 都將納米技術應用產業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性產業 制定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和計劃 納米技術應用產業一般被劃分為微納製造 納米新材料、能源與清潔技術和納米生物技術等 四大領域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院士認為 未來納米科技會將今天計算機技術一樣普及 2010年6月,在經濟轉型升級 二次創業的時期 蘇州工業院區把納米技術應用產業確定為 戰略性新興產業、人靈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 2013年6月,美國國家納米委員會專家的報告 將蘇州工業院區列為全球微納製造領域 18個代表性產業區域之一 蘇州納米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高數本部機者 截至2014年,原區集聚納米技術相關企業特282家 就業人數1.54萬人,全年總產值為204億元 同比2010年元區納米技術產業建設初期 增長了291% 208%和436% 當記者問到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現狀時 該負責人表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不斷豐富行業組織 當前我國MEMS產業存在企業規模偏少 專業支撐平台能力不足 技術成果轉化週期較長 MEMS產業鏈上各環節仍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 缺乏對產業鏈層面的共性技術 平台核心工藝 目標產品的規模製造方面的整合等問題 而且科研軟所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有很多科研成果未得到轉化或者企業 並不知到有哪些技術已經被研發出來 今後還需加強培育產業投資的生態環境 在他看來,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規模上少 但會成為潛力或影響巨大的知識技術密集 物質資源消耗少 綜合效益高的新一代產業 代表著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新方向 上處於成長初期的新興產業 需要各級政府、規模企業、風險資本投入大量資金 從而加速推動產業發展 引領帶動產業結構轉型 據悉 2011年7月在國內成立的首資專注 納米技術應用產業的股權投資基金 蘇州工業院區評投資有限公司 發起成立納米技術投資區 納米技術產業資本合作平台 截至目前積累納米技術項目元300餘個 最積合作資本超過200億元 2015年 納家聯合產業資本共同發起 設立國內首資納米技術產業基金 吊然組成員 李衛蓮謝光飛黃毓 黃南徐偉剛兒行唐福勇趙建宗 補嚴謝建超孟哥偽號聲韓 清華陳正王靖與黃小夏徐谷明劉慧 潘應麗粉絲立將一名王永群 劉飛飛張偉周健鋒 朱飛那徐祖然張海生 李原青張孔娟唐平藝開明堂利 責任編輯 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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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